Hello,我是化妝師Gubi 今天這段影片是分享我在首爾搜羅了最便宜的化妝品 然後將它們組合在一起 這個妝所有化妝品加起來的價值是$332港元 平常買一支粉底都已經沒有了 不過現在我已經用這個價錢化了整個全妝 而且這個妝這麼妝效,我自己也覺得滿意 是看不出我用了這麼便宜的化妝品去做這個妝 那我們現在一起開始 我現在已經抹乾淨了臉,可以直接上粉底了 粉底要買便宜是很容易伏的 我試了這麼多個,這個也是整個妝最貴的一件產品 就是這一款的 我試了在手我覺得OK 現在我們就一起試上臉 這個我買的時候是$14,000 即是港幣$80.75元 其實真的很便宜,最重要是Cruzan 但它是沒有refill的,只有一個芯 我試上手的時候我覺得它的顏色是合理 遮瑕度也是高的 現在這個是上了半邊面,我覺得效果也不錯 它的顏色比起我本身的膚色是白一點的 但我買的時候試上手發現它是會氧化的 所以它氧化完之後就應該和我本身的膚色合適 不過大部分的粉底都是會氧化的 特別是Cruzan 只要它氧化的時間,不是隔了五個小時之後 它都還在氧化中 即是我出到家的妝,顏色會不停改變的話 我也是覺得合理的 而且它的遮瑕度也夠高 其實我黑眼圈的都遮到 當然沒有用遮瑕膏遮得那麼乾淨 然後另外半邊,現在上了 我覺得如果撇除它的價錢來說 暫時這樣看,這個粉底的質素 滿分五顆星,我會給2.5星 即是中間正常 加上了價錢,它有3.5星 因為我本身皮膚好 很少粉底會用到好 但因為我這裏有點敏感 有一點點上粒皮 比起本身,好像變多一點 所以這個位置有一點扣分 但它的價錢是80元 如果我是一個學生 經濟沒那麼許可的話 我覺得是一個堪用的粉底 因為粉底真的很便宜 而且它不是一個超級黏的光澤粉底 但如果你在香港夏天還要油性皮膚 我覺得就應該不可以 因為它是少少潤的 好,然後我現在就上一個shading 因為現在上一個shading 顏色會比較出一點,比較立體 但這個技巧性也會比較高 你自己可以衡量碎粉前上 還是碎粉後上 我這個shading就是買了這個 你看這個 6,000瓦 即是大概三十多元 還要買啊,宋逸 三十多元有兩顆 即是十多元一顆 哇,買 Mischa 所以我買了一顆shading 以及一顆胭脂 圍繞港幣一顆 大概是17元港幣一顆shading 便宜得不得了 而且顏色是合理的 還要不閃 因為這個shading 我在店鋪試過上手 我覺得顏色是OK的 都是容易做漸變的 所以是很划算的 Mischa在做差不多整間店鋪都在買一送一 它本身的東西已經不貴 還要買一送一 即是半價 超划算的 Mischa在韓國是便宜 在香港就貴了 然後做鼻子 轉個鼻影掃 這個shading其實是容易推的 顯色度雖然不是特別高 但對新手來說是剛剛好 前節就是只要你選對的顏色 應該都沒什麼 連價錢也有四星 我這個顏色號是mooktation 即是我的膚色 我的色調是適合這個顏色 如果你是深一點 白一點 黃一點 粉一點 就要再看其他顏色 它有很多顏色 好 接著做光影 這個光影我有點對不起大家 因為我在那裡買的時候 醒不起要有光影 所以我沒有買到我遇到最便宜的光影 我就拿其他戰利品 買到的光影裡面最便宜的 所以在這段影片來說 它是屬於一個貴的光影 但它也不是貴 就是這顆 因為我覺得它更適合 聽一點皮膚的人用 買回來之後 我發現它不是超級現色 如果你上了水份之後 才再上它 它可能是不太出的 這個光影是10500元 為港幣是60元 用掃的顏色會馬上拿得多很多 看到嗎 它有一點橙橙橙橙橙的 很適合深色皮膚的人用 我買它也是想給深色皮膚的客人用 我想出一點的顏色就用手上 但是它好像本身深色我的皮膚 上完後橙了一塊 這個三分 因為它不是特別便宜 其實它也很便宜的60元 光影你想怎樣 但是在今天來說它叫貴 OK 三分 好 接著就是碎粉 我買了一隻粉餅 在我的概念裡面 抵妨如果你要便宜得來 質素好是很難的 所以我在雲雲的產品裡面 儘量選擇一個便宜得來 我四個也OK的 就是這個 就是Mischa 它是6000瓦 大概34.6港元 然後Mischa這個粉餅 小小顆 其實我已經用了一段時間 我覺得它的粉質也叫做幼細的 控油度中上薄的 OK的 但是持久度就不是超級高 還有它是比較難上粉 就是你要用這個麥克風才能夠麥克風 然後如果你用泡 它就自然會有這些控油 你又要用掃去拌走它 看到我的粉底已經氧化了 它已經黃了 可能已經凍了 我現在用碎粉素掃走多餘的濾粉 它也正常地會少少卡在我的粒皮的位置 合理的 也有2.5分給它 就是叫合格的 而且在便宜的粉餅裡面 這粒泡的質素已經算是OK的 就是它不是特別粗 碎粉之後 整個鼻影好像不見了 我現在要再補 就是它弄不住臉 然後就胭脂 胭脂也是Mischa 今天這麼多東西是Mischa 因為Mischa買了一送一真的很便宜 這個胭脂3000磅 都違反17元 跟剛剛的shading是朋友 這個胭脂是比較自然的 可愛一點的胭脂 年輕一點 然後加入眼影 眼影我會用shading的那種顏色 去當作是眼影 因為它可以拿來做眼影 我剛才眼黏的位置沒有上碎粉 所以要拿一個泡來拖走 雙眼皮摺了一些夾夾 用這隻咖啡色來做眼影 就會再明顯一點 其實它真的不是超級出色 要拿很多轉才會有色 這個也不是缺點 給新手的話就沒有它不容易錯 然後用一個小的眼影掃 做下眼影 都是用同一種顏色 然後我就買了這支臥蠶筆 它有兩邊頭 一邊是啡色 可以用來做眼影 或者畫臥蠶的陰影 也可以用來畫 當作是淺色眼線都可以 然後它另外一邊頭 就是淺色有少少閃 用來做臥蠶的高光 我覺得這支筆不錯 我買了兩支 這支筆是一萬二千六百元 圍回72港幣 因為它有這麼多功能 所以它也是這套化妝品中 叫做貴價錢的東西 我用深色這一邊畫了眼線的尾巴 因為它很淺色 所以你可以輕輕畫下眼線 然後用淺色這一邊 做個臥蠶的高光 這個妝蠶的超級立體 出來了 淺色這一邊 淺下來還要有少少閃 我突然很想 塞一點點這個閃 在眼頭上 讓鼻子看起來更高 做個光影 好 接著就可以夾眼睫毛 那個睫毛蠶 是所有東西裡面最便宜 而且它已經是正價的價錢 沒有做優惠 這個十幾元一支睫毛蠶 我很難不買 一千五萬 真的8.6港幣 這個我已經開過來用 是可以夾到的 8.6港幣而已 它賺什麼 夾眼睫毛之前 記得把眼睫毛上 塞住了碎粉的眼影 梳走 還有梳回到眼睫毛的方向 是夾到的 接著這個睫毛液 4,5港幣 兩支 3-4港幣 我割一支 都是十幾元一支睫毛液 什麼情況 先看看下眼睫毛 它是比較濕的 它長一點才乾 所以你要在它乾之前 儘量不要大力斬 否則它會撞到你四處都是 它已經在下降 可能它太濕 所以重 夾上去 我猜它也是稍後會撞下來 不過它13.8厘 你還想它怎樣 還有另外一邊的眼睫毛 很容易撞髒眼底 這個睫毛液 我連上它價錢的因素 有兩分 好 接著畫眉 畫眉之前塞一塞 眉筆是這支2000瓦 11.5港幣 還有螺旋刷 我覺得這支眉筆中規中矩 它比較容易上色 都是容易brand開的 再加上它這麼便宜 其實它有3.5星 而且它有很多顏色選擇 我選了這支就相對淺色一點 我覺得顏色也好 這支顏色很適合本身沒什麼眉毛的人用 不會畫完眉後 立刻有一條很實 很深的眉 好像變成了別人的樣子 好 最後就是唇的部分 因為我本身有唇膏氾濫的情況 你知道我還要有這部機 我什麼顏色都有 這個唇筆3800瓦 買了15元一支唇筆 但它有很多很漂亮的顏色都沒有了 我選了兩支 所以唇膏我沒有買唇膏 我買了唇筆 因為唇筆的產品是比較少的 但因為我的上唇很薄 我平時的化妝會畫後 用唇筆是會比較容易控制的 所以我就買了唇筆 而這支唇筆也是很便宜 它是1900瓦 即是10.09港元 它也有很多顏色 但它被人買光了 只剩下幾個沒那麼漂亮的顏色 我就在那幾個沒那麼漂亮的顏色裡面 買了一隻我覺得還可以的 這個叫做Coffee Berry 我已經用過了 我覺得還可以的 可能很多人聽到唇筆 會怕唇膏會畫到邊界很實 很鮮 但其實這支唇筆是偏軟的一支唇筆 它會畫到邊界很鮮 如果你怕它很鮮 可以用手指輕輕揉它 我畫到邊界 然後在咪下咪 讓它的顏色慢慢漸變 就會和唇筆本身的顏色融合得好一點 就會自然一點 好 這個所有化妝品加上價值 332元港幣的妝就完成了 讓我整個頭回來看看整體 我的樣子是否便宜 我現在已經弄完頭回來了 這個前音 之前在韓國最貴Salon Jenny House幫我剪的前音 我現在就想學它這樣 再上前面 就成為了這個狀況 你們喜不喜歡我有音 我自己有點不習慣 不知道你們覺得這個妝怎樣 如果你們都喜歡這個妝的話 可以留言給我一節 如果這段影片過1000個like的話 我就會拍我在首爾買了什麼 志利品的影片分享給大家 記得追蹤這個頻道 還有一定要按鈴鐺鐘 否則原來我出了新片 你們都不會知道的 好 我們下個禮拜再見 拜拜 另外我們網上的新娘化妝班 其實已經上線了 是很完善的